节目组导演还没最终确定 和大家商量一下 要不明天我们去丽江 欧阳 啊 大理才游了一下海 就去丽江了 你们节目组太敷衍了 观众怎么会喜欢你们 大理都没游呢 抗议 要游大理 家家举手 这次我赞成欧阳的建议 大理都没好好游呢 导演助理过来在导演耳边 而语几句 导演拍拍手 好 明天继续留大理 明天有个白族的婚礼 大家可以去参加 嘉宾们兴奋了 哎呀 少数民族婚礼爱 节目组导演嗨嗨两声 但是大家要听话 好好参加婚礼 不要发生什么不靠谱的事 欧阳 你是想内涵谁 献哥 他是内涵你吧 魏无羡 我靠谱啊 嘉宾里面你年纪最小 肯定你不靠谱啊 家家扁嘴 我觉得你们俩都不怎么靠谱 节目组 白族的婚礼呢 有一定讲究 有哭架 抢新娘之类的习俗 欧阳 还可以抢新娘 谁抢到就是谁的吗 导演 习俗 怎么这都不会谁 抢着就是谁的吧 阿洛 哭架我听过 好像哭得越伤心 代表新娘娘嫁人对他越好 舍不得离开 魏无羡 有好吃的吗 我们可以喝喜酒哎 欧阳 哪里结婚都有好吃的 思 流口水 想想都饿了 想了想 突然问 去参加婚礼 要封红包吗 先说好 我没钱 要节目组出钱哈 大家集体鼓掌 节目组导演 个个都是大明星啊 可小气的脸 弹幕 欧阳 你想什么好事 新娘谁抢到归谁 给你抢到你敢要吗 现现你还小 不要去抢 听妈妈的话 我倒不担心我家忘机哥哥 他仿佛没有恋爱的需求 魏无羡如果去抢婚 只有一种可能 这孩子以为比赛呢 抢到算赢 加上蓝忘机帮他 肯定能抢赢 稳了 抢到新娘 我看你们怎么办 云南白族的枯架我看过爱 觉得挺浪漫的风俗 好像婚宴习惯用洗粥土扒碗 好多好吃的 一把期待住 为了吃的我也是拼了 魏无羡喝了两碗君子鸡汤 就被蓝忘机制止他再吃了 魏无羡委屈巴巴地 我是中暑 又不是中毒 蓝忘机不管 反正生病都不让乱吃 欧阳 中暑可以多吃雪糕吗 降温啊 献哥 节目组把你整中暑的 让他们请吃雪糕 魏无羡眼睛一亮 看着导演笑咪咪 导演汗毛一束 献献 你知道 你要是吃雪糕肠胃不舒服 如果我们节目组要再进医院的话 我们节目组可是要赔钱的 魏无羡 没事 我不用你们赔 蓝忘机 你问问他们敢吗 节目组 着实不敢 所以 献献听话 咱不乱吃东西哈 欧阳咬着鸡腿不屑一顾 献哥 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 说要吃雪糕 导演 欧阳 你的话 决定你明天去吃喜酒吃大人那桌 还是小孩那桌 欧阳嘴里的鸡腿掉下来 转头认真的看魏无羡 献哥 你洗洗睡了吧 早睡早起身体好 魏无羡 你这个棒锤 吃饱饭 蓝忘机拿了药出来 给魏无羡 寻药 大成一看瓶子 哇哦 牛 或香正气液啊 魏无羡眨眨眨眼 怎么了 大成 你没喝过 魏无羡点头 大成吹声口哨 试试 把格局打开 发现他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蓝忘机咳了一声 大成不吭声 蓝忘机把口服液的瓶盖打开 把小吸管插进去 坐到魏无羡身边 递给他 一口气喝了就行 魏无羡刚吸了一口 那种味道直冲脑门而去 马上松开吸管 要拿出来 蓝忘机坐旁边直接拿出药瓶 不让他拿出来 乖 喝完 吸管还在嘴里 魏无羡红了眼角 看着蓝忘机摇头 嗯要 难闻 蓝忘机 喝完 还有一小口 喝完有奖励 乖 喝完 嘴里说着温柔的话 手却一直强势地举着小瓶 要魏无羡喝完 魏无羡眼泪汪汪吸完剩下半口 捂着嘴响反胃 蓝忘机塞了一颗糖进他嘴里 含着 魏无羡头顶在蓝忘机肩膀上喘气 太难喝了 嘴里含着糖嘟闹 明天不喝了 蓝湛 求你了 蓝忘机 吃了药 我给你买一个巧克力雪糕 弹幕 霍香正气液是我喝过最难喝的药 那味道真是绝了 我喝药敢哼挤 我妈能揍我 蓝忘机哄魏无羡喝药这一段 我从路人掉进了CP粉堆里 这对小情侣真是绝了 哦 差点忘记 他们是对家不是对象 你说 我能信吗 你但凡不哄他吃药 我都勉强骗自己信了 蓝忘机 你看看 你自己什么样子 你能这么无底线去哄一个人吗 有一说一 我男朋友都不会这么哄我喝药 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觉得 他俩关系不好 就这还关系不好 要怎么样才叫好 三年爆俩吗 请大家注意 二十三分四十五秒 魏无羡眼泪出来的时候 蓝忘机的眼神 如果有人曾经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一眼 我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 吃了要奖励一个雪糕 刚才是谁说不能吃雪糕的 欧阳羡慕地凑过来 蓝老师 我觉得我也有点中暑 要是我喝一支药 能不能也要一个巧克力雪糕 大成一掌拍他脑袋上 你是不是傻 上赶着喝药 欧阳瞪他 我问了节目组的医生 说可以预防中暑 魏无羡还没缓过劲 节目组医生在一旁巧声问 蓝老师 献献反应这么大 蓝忘机帮魏无羡俯着后背 淡淡地说 他从小不愿意吃药 苦得不行 酸得不行 有难闻味道的不行 难哄得很 魏无羡觉得丢脸 埋着头不想说话 那么大人吃药居然要哄 明天网上估计都是嘲笑他的 反正都丢脸了 很是想破罐子破摔 扭头不看摄像机 埋到蓝忘机肩膀里 欧阳叼着一支货香正气叶 走到魏无羡旁边 献歌 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喝呀 还行 魏无羡哼一声 不理他 蓝忘机 你别招他 他喝了药心情不好 难哄得很 欧阳 蓝老师 你是不是从小这么哄献歌呀 嘖嘖 魏无羡张牙舞爪 要你管 蓝忘机摸摸他的头 好了 我去给你买个巧克力雪糕 魏无羡点头 欧阳 蓝老师 我也喝了药 我也要 魏无羡 他又没答应你 你自己出钱买 欧阳叼着空药瓶 嗯 敢请我这药水是白喝了 家家笑得幸灾乐祸 有见过上赶着抢好的 没见过上赶着抢要喝的 你是不是傻呀 弟弟 欧阳转身 抱着家家的手臂 姐 请弟弟吃一个巧克力雪糕吧 看看孩子吧 可怜可怜孩子吧 欧阳经纪人 我是不是带了一个憨憨吃货呀 心累 魏无羡吃着巧克力雪糕 心满意足地跟蓝忘机上楼睡觉了 楼下小院时不时还传来欧阳的嚎叫 为什么不给我吃 我不是偶像派 不要保持身体 我是实力派 大成 完了 这孩子确定一傻 他还实力派上了 家家乐不可知 没事 姐姐请你吃 以后跟着姐姐一组有肉吃 欧阳 昂 姐 以后你说月亮是正方形 我都不带说它圆 你说啥是啥